郭文貴先生 我想我簡單回應兩點 第一點就是 我想 剛才我的意思就是 不是說不談前途的問題 即是我們應該要聽的事實 我們這本書也有講很多這部分的東西 只不過我覺得除了要談所謂前途問題想像之外 其實更加重要的 同一時間一定都要花相當力氣去做的一件事就是 如何令民主運動可以有更加強的群眾或動員的基礎 剛才歐隆雨傘也提到 有一點我很同意的就是 雨傘運動或佔領運動的過程 其實暴露了我們民主運動的群眾的動員基礎 其實是一個挺大的限制 就是當你要再升級 要三霸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發覺根本上沒有這樣的動員的能力 無論我們保持什麼前途想像 是永續自治也好 憲法公投也好 是獨立也好 建國也好 純粹一個自決也好 你都要有足夠的一個群眾的基礎 一個民主運動的力量 你才可以有機會去爭取這些未來前途的想像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剛才也提到 就是我們認為 需要在不同的界別 怎樣去建立民主陣地 在專業界別 社區 以至大學等等 去建立群眾的組織 擴負民主運動的基礎 甚至我在書裡也提了一種概念 叫做民間自治 就是怎樣可以擺脫 對那個政府在政權的依賴 建立一個平衡的社會體系 好像波蘭團結公會一樣 在80年代 你有一個群眾的基礎 你有一個民間自治的系統 你可以透過民間的資源集結 去做一些代替政府的功能 你才有一個力量 有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民間運動 可以在這個基礎之上 去爭取各種前途的想像 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怎樣去建設民間社會 真是可以做到一個 這個本土民主運動 有更加強大的一個動員基礎 我想這個討論 是不應該少過前途的想像 如果你沒有了一個基礎 這一方面的動員基礎 純粹討論前途的話 我們很容易會留於一個空中流角 另外一點就是 想簡單回應 歐六宇先生提到身份認同的問題 他提到如果建立一個 香港民族 學院那種說法 香港民族的話 可能會產生一種幾大的排拒性 或者排他性 就是令到本地香港人 都有相當的 仍然抱持一種混合的身份 或者中國人的身份 也都可能排拒了一些大陸的移民 或者不同種族的香港居民 印巴裔 或者白人 諸如此類等等 如果我們採用一種民族的進路去建立身份的話 的確有這個潛在的危險 就是我們可能會排拒了很多香港的居民 其實自削了本土民主運動的基礎 這個我同意的 但我相信建構身份不一定是用民族的 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特的政治社群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核心的價值 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制度 文化語言 文字等等 我想這個是相當清晰的 所以問題就是 這一種的身份 你是不是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的核心的價值 獨特的文化等等 你是不是提升上去一個所謂民族的層次 如果你提升上去民族的層次 你的確就會出現一種排拒性 也可能是自我設限了 但如果我們用一種的 所謂主體性 一種獨特性的身份 我們在書裡提及的 港式國族主義 以一個公民價值 Civic Nationalism的方式 不論你的 那個血緣種族 不論你在香港出生還是大陸的移民 只要你服從 也都認同香港這塊土地 認同香港的深的價值 你就是香港人 有一種具整合性的 一種香港人的主體性的論述 其實是最能夠包覽到 最多香港人去投身 這個本土民主運動的 如果我們能建立到 一套這樣的本土論述的話 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的獨特身份 並不一定形成一種所謂排拒性 一種進路 這是我簡單的回應 謝謝你